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十行星世界巡回演唱会 8月29日门票全面开卖 FIR全新专辑 爱歌机即将预购 敬请期待 8月27日台湾是首可热的乐团 飞儿为即将开展的 第十行星世界巡回演唱会 在台北召开了记者会 会上三人出飞儿剪断长发后 阿清也以宝蓝色的短发 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让人眼前一亮 飞儿否认自己是 网上传播的暴露广告的女主角 阿清则打去说 那位假的飞儿唯一的缺憾 是胸部不及真的飞儿大 虽然如此 维护队友之情 却是真诚无比 好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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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天的夏日 當夜見了我們很激烈 我曾經把你看回去 這次看到我好愛去 夢想去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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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我嗎 你什麼意思 你不滿意嗎 好 很漂亮 其實我自己看到的時候 真的是嚇一跳 因為我看到 剛才你們大家看的那個 前幾天我就看到了 性感喔 然後我真的覺得 就是可以體會 就是網路上那種被移花節目的照片的那種心情 對 但是我這邊可以鄭重澄清啊 替身真的非常辛苦 對 這個菲我跟她認識八年了嘛 我覺得那個 畫面就很美啊 然後唯一缺點就是 可是表演真的很辛苦 真的很厲害 非常厲害 很會修 很會後製的 就是唯一 我認識她八年 我唯一覺得不滿意就是 她其實她的胸部啊 其實大很多 而且她是一直 成這個 直線曲線往上升的 那邊有一點可惜 就是沒有 沒有那個感覺 就是說那個替身的胸部不夠大 有點可惜啦 請不要生氣啊 當天恰逢樂隊女主唱 菲也的生日 面對寫有地時行星滋養的蛋糕 菲也開心地許下了三個願望 第一個是將來有機會去國外留學 進修音樂 第二個願望 則是擁有屬於自己的頂級麥克風 而第三個願望呢 就要作為秘密埋餐在心裡了 快樂 一起來 祝你生日快樂 一定要唱嗎 一定要唱 祝你生日快樂 謝謝老師 第一個願望呢 就是 我希望能夠有一個時間 能夠去遊學進修音樂 這是第一個願望 這個 我需要 這個東西我求了非常非常的久 就是呢 我跟公司還有建林老師 求了很久的一樣東西 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啊 就是 就是一個 就是長長的東西 就是 要一個長 差不多長這樣子的長度 長度 長度不要差不多這樣 對 差不多這樣 然後圓圓的 圓圓的 一個長度 有關嗎 還是什麼 他 他跟工作比較有關係 跟工作有關 對 然後 跟我的職業比較有關係 跟你的職業有關 對 跟他氣有關係嗎 是每次 工作的時候一定要的東西 來 各位看一下 是嗎 是嗎 是什麼東西 麥克風聰明啊 對 就是麥克風公司 謝謝公司 嗯 給我這個 你想要有一個屬於 你自己得麥克風就對了 很貴耶 那你有沒有辦法就放在心裡面 嗯 好 哈哈 但這動作也太慢了 對